一对年轻夫妻看上了窗外的绿印美景 找来立培安设计师打造明亮并沉稳的三口之家 这对夫妻每逢周末就会邀请三五好友之家中做客 要如何放大公共空间的尺度 让小朋友们在客厅中也能尽情地奔跑嬉戏呢 让我们来看看立培安设计师的弹性空间设计 培安你刚才提到了 这边有一个梁 那有一座墙你把它打掉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 在这个格局上面 主卧房其实动局是比较窄的 我们就今天无主说 如果把主卧房移到后面去 这个墙被拿掉了 被拿掉之后的这个空间 它可以是所谓的客房 那可以做一个比较坦性的隔间 让它跟客厅有一个互动 所以原本的客厅的格局的坐向是什么样子 OK 在原本的格局的方面 面对厨房那个地方也是一道墙 那边也是一道墙 没有错 所以我们也大胆建议 在后面的部分也是把做所谓的打掉 做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对 原本的客厅餐厅是一字型的 没有错 你现在变成L型的 哦 这么大的客餐厅 会不会觉得整个房子来说 公共空间太大了一些 主卧你知道吗 屋主比较特别是他在周末的时候 会欢迎好朋友 二三十个来家里聚会 是 所以这个被打掉的空间 基本上在周末的时候 就可以提供朋友们来这边聚餐 活动 有朋友来的时候 对 我们可以让空间 就是结合在一起 不会就是局限说 可能我们现在就是只有这个 空间范围 那大家就是配合很舒服 像小朋友 有带小朋友来的 也是可以在那边跑跑跳跳 很自由 对 这个地板其实是在材料上面 是环保的 它的比较一个说法叫亚麻仁油 这个材料其实是用回收的木屑 所以高密度的压缩而成 最后加入亚麻仁油 去做所谓的整瓶 变成所谓的地板的材料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除了环保之外 一开始在整个的 跟女主人的沟通里面 她希望家里面不要有 比较冰冷的地板的材料 所以这个材料基本上 可以让小朋友可以在家里面 比较轻易的走 而不觉得那么的冰冷 第二个 它的材质是比较环保的 所以如果有烟地 不小心掉下去的话 它也不会在地板有一个 烧一个洞 烧一个洞 哦 而且我这样看起来 单纯的看起来 亮亮的跟亚麻仁油有关系吗 嗯 那它本身基本上 在整个做好的时候 会上个水拉 包括水拉做保护 是 那再对女主人来说 她的家里的清洁会更方便 只要用纸托把 去直接做个整理 是最方便的 对女主人来说 这个最重要 清洁最麻烦 通过了 下轮是被拔了 比较 明天 下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